做一個他紓寫的動作 這是他的哪一隻手 右手 看一下 這是他的右手 要放在左邊的耳朵 因為底下呢 他在紓寫動作 我們要讓他翻身 我們要讓他翻身 翻身的過程中 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腦震盪 那就是避免 要說他又接觸到一次封撞 接觸到一次封撞 所以他用他的 右手來摸住他的耳朵 用他的右手來摸住他的耳朵 好這隻手一樣 這樣子 離了就好了 好 右腳過分 往過來 好 再來我們就是一隻手 扶住他的大腿 雙方右手臂翻過來 面向自己 好這樣子 這邊也可以通風 這邊也可以通風 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背部的面積比較大 然後系統比較多 有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梳醒的動作 這是最後梳醒的動作 直到救護車來檢查 沒有問題 欸 又在發呆流口水 沒問題啦 沒有 好 等一下兩班 各派一組 全部操作位置 過了 加油 那真的有KISS 再加500 又對 另外那裡 我們可以幫助 拍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